自海为家,哪里才是家 生根发芽,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我是贝贝,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我是小夕,来自蒙特利尔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哈喽,大家好呀 今天我们的播客请来了一位非常美丽动人的嘉宾 她就是扇贝女士 这儿的美丽动人就是字面意思哈 长得真好看 这个时候可能有听众朋友要说了 哎,你怎么能以貌取人物化女性呢 哎,不好意思,我也是女的 这是一种纯粹的女生对女生的欣赏和赞美哈 当然,善贝值得我去欣赏的远不止她的外在 她在国内的时候曾是多次获奖的编导和记者 写书,也给孩子们翻译书 来到加拿大 她是一个在魁北克为我们华裔发声的独立媒体人 在抖音、微博都有自己的频道 她还是一位超级专业的财务安全顾问 更厉害的是,前几天人家随便去跑了个半马 就跑进了一小时五十分以内 懂得都懂哈,相当惊人了 大家如果稍微了解一点点加拿大 就知道魁北克的华裔族群跟多伦多呀 温哥华是完全不能比的 但是善贝就是坚持在这里 像个侠女一样为我们发声 我感觉她就像一株开在中文文化荒漠的带刺玫瑰 那么善贝小姐姐准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这个带刺玫瑰的比喻 因为我知道你在生活中的样子 确实是又美又不好惹呀 哎呀,这个介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始了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我是善贝 很多朋友知道我 然后叫我Branda可能更多一些 跟小西和贝贝也是认识好几年的朋友了 也就是这几年我们可能交流的更多一些 之前我们可能就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面 互相的这个切磋或自己的折腾 这个介绍有点冠冕堂皇 就是成长经历里面 我很少把自己当成一个女性角色去看 只是想的更多可能是 哎,我想做什么 我感兴趣的是什么 那正巧可能很多人说 哎,你长得美 那我自己也没有把它完全当回事 那人家赞美你多嘛 你当然是更有自信 这其实也是一个优势 但是如果你真的把脸太当脸 真的也是挺不要脸的 谢谢善贝小姐姐给我们驱昧 这样一下子让我又觉得平易近人了很多 那么其实我想问一问你 虽然以前我也了解过一些你的故事 但是还想让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 你是怎么走到现在这个独立媒体人的位置 为什么愿意给我们的群体去发声呢 说来话长啊 就是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就是 我就是在电视台做记者 那当时大家知道在电视台做记者嘛 他一定有大体制的规范和体制内的一些要求 当然你得到的好处是有很多正规的训练 包括怎么样写稿啊拍片啊 镜头是怎么样一组一组 那可能能拿到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特别专业的训练 但是其实在思想表达自由上 大家都比较明白哈 其实我们是有很多条条框框 不能去为所欲为做一些事情的 那我呢 从小就是一个思想比较散漫的人 因为从小读书老师都说我经常做小动作 自以为是的一个人 就是不太听话 因为你是老师 所以你就是对的嘛 就会有一种critical的心理啊 但是因为很小嘛 其实也不能去 很好的去把这个方面去发挥 但是一直到了做记者 我会发现这个职业是我特别喜欢的 而且特别有 怎么说 可以发挥你这个内心小小的需求的一个点 但是唯一的缺憾就是很多时候 你做的一些选题是很难通过的 那这个如果在体制内的朋友 可能就比较理解 后面也是机缘巧合来到加拿大之后 会觉得说 记者或者journalism始终是你的passion 但是这个passion怎么样去发挥 你会发现 来了之后你会觉得说你的市场变了 你的受众变了 你的发挥空间自然也变了 但是经济又变成了另外一个 一个需要去琢磨的点 怎么样去实现你的这个经济上的需求 也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走吧 大概之前来加拿大花了好几年时间 边走边实践去想说 接下来在加拿大要做点什么 其实也没想到说 以前做的这个媒体 未来会给我带来什么 但是到现在为止 哪怕我现在只是一个卖保险的了 但是还是觉得说 每天用的这个思维 还是做记者的思维 而且让我非常受益 因为比如说你现在approach 任何一个客人的时候都是处于采访的心态 去给他很好的做一个方方面面的分析的时候 他会觉得你这个态度就比较专业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销售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更加有credit 做每一件事情 那我其实想问就是 我们其实大家都清楚 在国内也许有不能为所欲为的地方 但是来到加拿大 因为我们也都在这边生活了很多年 其实在这儿也有一些 让我们不能为所欲为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文化差异 我们的语言差异 我们是亚裔 我们是不是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乖巧小绵羊 不敢发声的存在 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 你比我们其他的女性活的要更肆意增长一点 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形容你会不会喜欢 就是更不好惹更tough一点 你是怎么做到现在这样的舒适的姿态的呢 不妨你说being tough是一直以来我的追求 我在国内我就追求being tough 因为我们做记者的 你不being tough 你很难去做一些好的真实能想要的东西 being tough是一种你想要做事情 你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一种专业的态度 不限制于只是在加拿大 就是其实在国内也是一样 只不过你being tough的这个圆滑程度和方式方法 可能有所变化 但是在加拿大也是一样 它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社会 各个族裔生活在一起 如果我们不为自己争取权益 没有其他的族裔会为我们自己的族裔争取权益 所以过了几年我会慢慢意识到 很多我们的同胞很正常 来了这个加拿大生活 我们会去看到他有很多自己的问题 那这个是肯定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用中文去批判 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改进的 那我这个人向来都是一个行动派 我心想我们最好的能够把他这些问题 努力变成我们族裔的一个优势的时候 是需要通过他习惯的语言 去给到这个社会一个 怎么说震慑或者是一个提醒 那这个时候你的语言 如果你的英语或者法语 还不够好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去批评他的 所以所有的人来了这边之后 无论是去多伦多还是来我们 曼特利尔都是要解决语言问题 这个解决呢 中国人又非常的高要求 觉得说我必须要说成像母语一样 其实不是的 就是只要你能够来回交流 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 明确自己想说的点 或者听懂对方的话 其实就够了 其实像语音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你有了这个能力的时候 你就应该可以 就是这个能力上就具备了可以去表达自己 输出自己的一种途径 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前几年 我的重点就是追求我的法语 能够尽可能达到这个水平 其他都是不重要的 其他你说你以前在国内有能力 或者你有人脉有资源 在这边你认识人多 这些都是次要的 甚至前几年都是浮云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你的语言 能不能开始把这些资源链接起来 输出我们想要的观点 那一直其实不瞒你们说 其实我的法语也是到了最近这几年 才会变得稍微那么一点好一些 前几年也是挣扎了好多年 从这个三十岁三十出头去学这个法语 大家都特别理解 但是也是好的 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吧 也不知道是特点还是缺点 就是我不会去放弃 这语言当然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不会着急这一两年 我必须把这个搞定 搞不定我就是个loser 那其实我不觉得 因为大家学英语也学了好久嘛 那我是自己学英语也是科班出身 所以我们就特别明白 这个语言并不是一两天就能搞定的 更何况我们是三十多岁 一大把年去学这个这么难的法语 这是很正常的 至少学五年以上是很正常的 有了这个之后呢 才可以说别的 否则你就是只能在误不离婚嘛 就是只能跟自己同胞抱怨一下 但是你不能改变我们整个族裔的这个现状 我非常同意你说的哈 就是移民来的这边 首先第一肯定是要过语言观 但是这个更多的 其实是反逐自身的一个东西 举个例子 我自己在家里面学感觉哈 比如说我对这些软件 都可以学到一样的水准 但是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很多华裔小孩 男孩主要是哈 在这边会打冰球嘛 就是一开始小的时候 其实都打得不错 但是在打到上面之后 很难出成绩 为什么呢 不是说爸妈妈不愿意攻 也不是说孩子不愿意 而是说在整个北美这边 其实整个冰球 它是有非常强烈的这个碰撞 就是要故意引起一点冲突的这种文化 而我们华裔这个刻在骨子里 就是要谦让 要礼貌 它就有点上不去 其实它最终和自己的本领 已经没有关系了 就像华裔 在别人的眼中 可能看来我们真的就是 非常的humble啊 谦卑啊 这都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 比如说看到别人 就不是很愿意去 引起冲突 或者是表达我们的诉求 对 这点我觉得是需要去改进的 而且如果我们自己有孩子 你自己首先要给孩子 说明的是 你遇到不公待遇的时候 你遇到不同意的时候 你就要跟他说我不同意 Sita在五岁 在Madena的时候吧 他的老师就跟我说 当时他法语还没有那么好 他进的是法工嘛 但是他老师说 他只要不同意 他是No 他就是永远是一个不同意的人 然后呢 我就是这个 有的时候也有点酷 但是因为我在家里 跟我男朋友吵架 就是No 就都要搞出来讲一讲 所以他就其实也学会了嘛 所以其实你父母的言行啊 都会决定下一代 他自己在学校的表现 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可能你自己并不是 有意去教孩子的 但是他其实就看到了 你的爸爸妈妈 就是这样做的嘛 所以我们出来 这样到一方面 我们对这个社会不了解 我们是缺乏安全感的 那安全感的来源 就取决于你自身 能不能更强大 比如说我们的语言 能不能更好一些 我们的这个Business 能不能把它开展的更好 但是这个又是 一个Cash-Tunit-Fu过程 但是所以当然 again我们说了 第一代都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同时你在开拓自己 这是疆土的同时 不要忘了 一定要在这个言语和行动上 让这个社会 真的成为你自己的社会 而不是成为一个客家的社会 我可能我仔细研究了 我的心理变化 我其实来的第一年 还是觉得我是学生 这个社会跟我没关系 这个可能是 在我们国内的一个体制下 形成的 大家都觉得 自己管好自己就好了 但是来这边之后 第二年第三年 我会觉得说 我老娘已经待下来了 那就是说 可以不可以 这是我的社会 虽然我身份还没有 但是我要开始 像魁北客人一样 要生活了 这种心态 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难道别人会去 给你这些心态吗 然后你要进入一个 陷入为主的状态之后 按照魁北客人 怎么样想 你就会去怎么样做 所以这整一个行为 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你在遇到一件事情 你要管钱事吧 这个不对的 那个什么 什么这个 我觉得这里现在 这社会就太去管钱事的人了 不是吗 我们其实有很多事 难道这个真的是闲事吗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因为你会遇到 我也会遇到 不是吗 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后 发现同胞所有遇到的事 我都可能会遇到 我不管 那找谁管呢 就是人家不管 那我来管呗 就是 就时间一久 我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再加上在疫情的时候 我不是也会在做抖音吗 抖音上也是会管点闲事 那后面后台的朋友 看到这个 这个斗主啊 经常管闲事 他也会留言 给我管他家里的这些 他也没有朋友可以说嘛 他就跟我说 那我有必要 我会帮他管一管 就是就是这样子 这个说难听 这个是个签字 管闲事 但我觉得没有一件闲事 是闲事 他的事就应该是你的事 因为我们都是同胞嘛 而且都是第一代移民 难道你在国内 是一线城市 就比其他的五线城市的 在这边更优越吗 在这边 大家都是从零开始 都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有一点点能力 如果他没有 那你就应该帮助他 这是我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听下来 这个上贝杰这个侠气 一下子就呈现出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上贝杰 其实我很被他的一种气质吸引 就是我一看这个女孩子 我就很想接近 为什么呢 就觉得她会搞事 能折腾 不好惹 就像有一种那种 我很缺少的一种匪气 就是那种匪徒的匪 那种匪气特别重 你知道吗 就觉得哇 这女孩子简直是我的另一面 然后我就特别想接近 然后接近之后 就觉得果然是我想象中的 那种侠女气质的那种女孩子 我们这次聊天的时候 不是聊到这个being tough吗 不好惹 以前其实从来没有 在我的字典里面出现过 所以我很想 很好奇 就是说 想知道一下两位 这个being tough这个东西 这个词是什么时候 在你的生活中出现的 包括刚才 上贝姐提到你小时候 就是不听话的孩子 然后呢 我是想到说 这个being tough是一种 天生的一种气质吗 tough的这个词 第一次在刻骨铭心的 在我的生命里出现 应该是在23岁那一年 那一年我有一个机会 去美国游学 这是第一次 就是乡下人学了那么久的英语 然后在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 去美国有一个program 当时呢 我们就在 Orlando的一个酒店里 做service 反正就是酒店里面 这个黑工很多嘛 大家知道 然后你一帮学生 跟黑工是差不多的嘛 所以当时我记得是23岁那一年 去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其他族裔就会欺负你 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三个中国人 都是学生 傻不垃圾的 就你想想我二十几岁 也是傻不垃圾一个小姑娘吧 然后自以为就是很牛逼 上外高翻的这个年一 但是出去了 谁把你当个人呢 你觉得 所以去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遭到很多这个老黑啊 拉美人的欺负 就你这帮莫名其妙的人 来这给我们抢生意 什么抢抢的活 本来我们不需要的那个 你们要来加班 当然了 因为当时的Orlando 忘记嘛 夏天的时候 其实加班非常多 当时每个小时 工资 反正就是像黑工的工资 大概是10块 还是8块一个小时 如果你加班是double 16块一个小时 我遇到了很多事情 就是很多人会歧视你 其实这种歧视就是排挤你 大家都说好了 这个小费怎么分 但是不要让这三个中国人拿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你进一个房间 他的小费只有一份 如果谁先进去 谁就把小费拿了 不是吗 当时呢 当时遇到的这个小费 分得不均 然后呢 又集体排挤你 这三个中国人的时候 让我觉得第一次 Being Tough是很重要的 然后忽然我就猛然想起来 我们在高翻学习的时候 老师说你们这帮人不行啊 天天训练之后 像尾尼布镇的 像抽鸦片一样不行 你们要拿出你的 Tough Guy Spirit 就在研一的时候 读社会你就遇到这个挫折 就是老师觉得 你这个训练强度很高 是你们都不行 当然我觉得也得益于 当时的大学和研究生 其实也是真枪实弹的 遇到了非常牛逼的老师 把你搞死 就是那种 就是你在学识上 也没有其实真正荒废 然后出来之后 又被训练 是你蹂躏 蹂躏之后 你就觉得 Being tough is very important 然后在酒店里 就开始了 你要去negotiate的一个过程 当时也还不会说法语 也就是用自己当时的英语 去跟部门经历吵架 说是谁欺负 其实我那个神 就去搞这些破事 其实你想想 在中国人说来 都是这些破事和琐碎的一些细节 谁抢了我的小肥 今天谁多拿了一块钱 今天是谁偷偷抢了我 放到两个巧克力 就是这种细节 但是你就会去negotiate every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is not just is not fair 就是你必须要去说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人家就会对你的态度不太一样 就觉得这个女的 还是不要去搞她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现代文明社会 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 但是一棍子打回解放钱 感觉又回到了原始社会 也就是说你靠肤色 你要团结起来 把这个野兽消灭掉 然后把这个野兽集体集中精力 把它拿回来 跟现在的非洲部落是一样的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 being tough和 就是negotiating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所以来了Mantaleo之后 你遇到这些 这些破事 没有那么强的文化冲击 因为其实你知道 在国外也不是 什么都好的 有很多肮脏的点 你需要去自己negotiate 所以来了Mantaleo之后 这个东西倒是 没有给我太大的意外和失落 然后我还是延续 二十几岁一贯的 这种being tough 你要我being tough 我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being gentle 那我们也是先礼后兵满 我们的文化 也给到我们一些 注意和滋养 就是说我们也不是那种 不讲理的人 再说我这人也有优势吗 我看上去 如果我没有夸夸起传的时候 我还是蛮淑女的 对吧 所以其实也是有利的 也不是那种坡的 但如果你给我来 那个硬的 那老娘也不怕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也挺好的 所以形成了 那大家想呀 明明想呀 就是我现在到四十以上了 那这个四十以上的女人 可能更加狡猾一点 对不对 你要怎么样 我都可以随时变化的 所以其实四十岁以后 应该说对女性来说 是一个比较舒服 和自己能够控制度 特别高的一个年龄段 所以我觉得 目前的状态也就是 还不错吧 我听下来就是 上辈子可能 Being Tough的第一个点是 敢于去说出 自己的想法跟感受 对吗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敢于说出 我其实这是一点难度的没有 因为我在小时候就是这样 就小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次 我记得 我们有个古号队训练 然后那个老师是暴力的 是一个 你知道江浙老师 总体来说他不是体罚的那种老师 还是比较文明的 但我第一次遇到一个老师 他会打你的头 打你的手 就是当时我们 大家知道你在小学的时候 我们要练这个古号队 就是 那我很想去这个古号队 而且我又是文艺鼓 那肯定会选入 选入练的时候 他老是打我 因为我一开小菜 我就打错了 打错之后他就打我头 那我就忍了几次 然后他所有的人都打 没有人敢说话 因为这个老师是一个外地老师 那我就很不习惯 然后到有一天 我实在忍不住老子 就扔下这个鼓 说拜我走了 所有的小朋友一看到 哎呀 这个人跑了 那我们都跑吧 然后就全神的都跑了 就我的班主任 他其实上门了 跟我爸妈说了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爸妈的反应特别重要 爸妈是批评你 还是支持你 这是非常重要 决定你未来的这个态度的 对这个事情 我能不能继续做下去 老师走了之后 我妈就跟我爸说 我们家女儿还会干这事 真是想不到 其实 对象的意思就是说 还是有一点appreciate 说这个女儿厉害 但是她没有正面说表扬我 对不对 这个可以够一个job 那没有这样说 但我偷偷听到他们的对话 所以我心想 我的掂量就是说 其实这个事情 并不是不可行的 只是说 未来我遇到不合适的待遇的时候 我是需要去发出我的声音 说出我不同意这件事情 你看我们两个就是 性格差别就很大 我小时候也被老师打过头 一直到毕业 我都没敢说话 所以我在想说 这个being tough 可能很多是不是 天生的这种性格 以及这种感 这个感是 一部分可能是先天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 可能是后面的经历 让你敢去说 这个感的这个mindset 应该怎么去转变 我觉得对我改变最大的是 我看了一本叫做 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 看完了之后 就有了这种 被讨厌的这种能量 然后会 看完之后我就想 哎呀 去他娘的 别人说我什么 有什么关系 他说我好不好 关我什么事 我自己过得好不好 那才是正经事 就是那本书 我觉得有一个 这种mindset 觉得从 以前的不敢 到后来敢于 说出自己想法 敢于被别人讨厌 然后我觉得 想向你们分享一下 就你们这种 这种有没有这种mindset 的每个过程 没有这么明确的 一种想法 我觉得当时 小学生 其实爸妈也从来 没有教过你说 你可以不听话 或者你可以说 其实没有 但是这一次 让我印象深刻 是我妈并没有反对 其实她没有正面批评我 她只是说老师来家里面 你也知道 这个老师把这件事情 说给我们听了 然后呢 她也没有表达 她的态度 但是呢 她只是告诉我 有这样一件事 然后我又偷听到 她其实是有小小的 appreciation 所以孩子 你也不要低估她 哪怕是一年纪 她其实是能够 读懂你的心理 这个肯定跟你爸 就爸爸妈妈的 这个对你的态度 是很有关系的 当时 所以我在想 很多朋友 其实小时候 也被老师打过 手心啊 体罚这种 但是她 也就是就像你说的 很多人都是 默默忍下来 也没有告诉爸爸妈妈 我的情况就是 大家都打嘛 然后每个也跟你一样 就每个朋友就打 就觉得习惯了 就说 诶 这个好像是一个正常的 老师教育学生的 一个方式 然后不会去想多 就觉得这个方式 到底对不对 然后虽然我心里很难受 觉得好像不舒服 但看 诶 好像她也是这样 对待其他学生的 然后就不会多想 我个人认为什么 是being tough 其实我认为 就是每个人 要把自己的boundary 守好 就是要边界 非常的清楚 我倒是没有说 是看一本书 或者是一个事件 获得这样的经历 但是我是通过自己 头破血流的碰撞 得到了这样的经验 怎么说呢 你看我们亚洲人 尤其是亚洲女孩 确实从小被教育 说你要善良 be nice 谦让 这个都是刻在 我们骨子里的 然后当我走上社会之后 我才发现 哇塞 你如果不守好 你自己的边界 这个世界上想take advantage 的人可太多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像比如说我们账户里有钱一样 我们想去社会上行善事 你就不停的给 不停的给 不停的给 你甚至都不知道说 现在你账户里的这个钱 够不够你自己吃喝了 我就曾经有一段时间 甚至就是直接给到自己 是虚空的 我只是不管是情感上 还是能量上 然后我就发现 我这样不行啊 我再这样给出去 我自己就会死的 所以我是真的到了那个极点 我才认为说 好 我不管是我的所谓叫情感银行 或者是能量银行 我一定要守住 我的一个底线 只要在这个底线以上的 我随便给 无所谓 但是你要来招惹 我这个底线 不好意思 绝对不可以 这个是我变得 tough的一个点 包括像刚才 扇贝分享 他说经常会有人 找他帮忙呀 或者是甚至抖音上 一个陌生人来求助 他都会帮助 我其实感觉到 扇贝应该是一个底线 非常清晰的人 他能给出去的 他非常的慷慨 但是他自己又活得很好 一定是他自己的能量银行 也是很足的 我们其实啊 都是城市文明市民啊 没有人说是去到大街上 就随随便便去挑别人的刺 本质上还是非常礼貌的 但是就像说 我们不去惹事 但是有事 我们也不会去怕事 要把自己的边界 守得非常的清楚 刚才小西聊到这个 兵界感 我觉得特别有共鸣 就是可能 我们中国人 可能兵界感这个事情 特别是亲戚之间 这种边界感 其实问题还是挺大的 然后可能这我们 讲的比较多的是 生活方面的这种 然后我其实特别想 让上面姐分享一下 你在职场上的这种 intuff 这种不好惹 这种边界感的这些势力 这个不好惹 是你在职场上 是怎么样养成 这么一个特性 然后他这个东西 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 可能跟中国不一样的 这种感受 这个其实说白了 如果我们谈到工作的话 职场上其实是不完全 有这个中西差别的 我第一次在职场上吃亏 肯定还是在国内 大家知道在上海毕业之后 你认为自己很牛逼 进入了 进入一个比较牛逼的企业 被人家挤掉了 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那很正常 因为你傻呀 对吧 你没有职场经验呀 你不会站队呀 那就把人家 就是很正常挤掉之后 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但是二十几岁就 我当时二十几岁 当然你被挤掉这件事情 你肯定是很不开心 或者很抑郁 但是二十几岁总体来说 我就跟自己说 你必须多精力 多去混渣男 多去混垃圾的这种社会 最好失败多一点 这样子的话 你到后面就会吸取 很大的教训 后继勃发 所以这个二十几岁在职场上 同样在上海比这里还要残酷 我觉得并不是说 现在有那么残酷 现在我觉得挺轻松的 我只要搞定我的边界 人家也不敢说 我就这样 但是二十几岁最难的 就是你也不知道 自己边界在哪里 你只是觉得自己很牛逼 但是真的吗 你就是一个傻瓜 就是技术层面上好 不代表你会做人 你二十几岁屡屡屡被PU 那这个时候你肯定是灰暗的 整个世界都是灰暗 所以二十几岁 整体来说不是很开心的一个时间 一直到三十出头 我都觉得一直都是在PUA 一直在PUA 然后呢干得要死 然后呢竞争非常激烈 大家也知道在上海 你不论是任何一个企业 你想要往上走 或者你一个不会装的人 又不是那么圆滑 那你很容易 就是被人家看 这个女的想干嘛 这个人还有点姿势 肯定要干嘛干嘛 所以你还没怎么样 就被人家搞掉 就是很正常的 但是到了三十多岁 然后一直到三十多岁 后来出国之后 你会觉得 二十几岁那些经验 在这边用一用 措措有余啊 然后就不觉得说 这个是跟中国的企业 还是西人的企业 又没有什么关系啊 那这边该说理的 照样说理 只要你语言 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 该说理就说理啊 你觉得你在那住 或者你那个 对这个社会够了解 能够用这些知识 来把握自己的点 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点站队 把这个自己的论据做好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所以 所以 其实在葵瓜企业也是一样啊 葵瓜企业没有说像 在上海的外企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这个东西 也就是对这件事 然后我们经常在 二十几岁听上一句话叫 对事不对人 但是呸呸呸 这肯定是不对的 肯定对事又对人 我跟你讲 这个人肯定是重要的 即便是在西人企业 对人还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说他不对人 那你咱说是机器人吗 我觉得对事又对人 所以这个事情要很圆滑去做 那当然三十几岁四十岁 你就会修着很多二十几岁 偏面的从那些 西方职场上学来的理论 你觉得现在可能在实践起来 同时东西方的精华又把握 同时呢又兼顾了自己的一些经验 那你肯定是比以前要处理 很多事情处理的简单很多 有些根本不用care的 就直接搞走 人家会觉得哇这个女的好难约 下次要提前约 所以其实我自己一直对文化差异 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但是研究到后面 其实发现所谓的文化 或者族意间的差异 最终落下来 还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关系 我感觉善辈从上海来到这边之后 已经有一点降维打击了 在中国那个复杂的人际关系厂里面 练就了一身的本领 现在在这边 其实比国呢应该是实话讲是单纯一些的 哇所以我感觉哇这个降维打击的感觉太棒了 但是前提是20多岁付出了痛苦的代价 20多岁真的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然后经常遇到渣男 只要在不稳定的时候是动不动就遇到渣男 然后呢反正对这个 现在自己是个金融女了 My God 20几岁对金融圈的所有的男的女的印象都极差 因为遇到的90%渣男都是金融男 哇塞今天这个打击面有点大呀 但没有说是加拿大的金融男 这个不一样 不能这样一概而论 只是说我自己嘛 但是就是说 不能说是降维打击 因为其实说实话 如果你说大家都知道 从生活的这个便利程度 远远是中国肯定更好嘛 在这边其实说白了啥都没嘛 但是思想上肯定是更自由 但是自由是恳可贵的 但是就是没有钱对不对 所以钱你还是另外一回事 你在那边有钱 有稳定工作 有生活的便利 但是你就是没有自由 所以其实来的时候也就想好了 你到底更看重哪个 哪个是你更不能割舍的 所以你必须想清楚了再出来 否则你会觉得很后悔啊 对啊 就是觉得以前当时 在那个上海的日子有多么好 你的这个工作这么光鲜 现在你只是自己把自己当个人 谁还把你当个人呢 你说只是个卖保险的 没有开玩笑 所以我其实挺感慨的 就是当时我在二十几岁 践行我自己这一套理论的时候 所有人都反对 包括我爸妈都是觉得你审理 因为我当时在三十岁之前 给自己定了个规划 我必须把国企 民企 私企 中外企业结合的所有体制 全部带过 我必须在三十岁之前 实现这个计划 所以我其实频繁跳桥 跳得挺多的 但是我心想 如果万一三十岁之后 我出国了 这些机会都没有了 这些是最宝贵的一手经验 然后现在想想 我觉得我的理论太对了 所以我这个二十岁太忙了 不是谈恋爱就是忙得搞工作 不是搞工作就忙着翻译书 忙得头血淋头 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所以现在想想 还是挺值得的 就是二十几岁 虽然就是很不开心 你经历的一些挫折 肯定是不开心的 也没有人走到社会 夸你长得美 长得美的一大堆 工作能力突出 工作能力突出的一大堆 对吧 所以其实你会觉得说 你忽然就变成了 泯灭众人的一个人 所以当时要重新 在废墟里找到你是谁 等到你找到你是谁的时候 你发现你已经三十多岁了 但是就怕你在五十岁 还找不到你是谁 对不对 所以其实也不晚 所以我觉得现在 反而四十多岁 就像你说的 去年我开始 我经历这个狗血的离婚之后 我觉得也没什么 也就是一件糟心的事 但是也没有遇到巨大的打击 就是说觉得 哇天塌了 也没有 所以 你已经找到你的剧本了 对 你已经是你的剧本里的女主角了 所以别人其实都是配角 配角就是来得走 走了来 都不会打扰到你的这个 故事的主线的 我是这么觉得 对 其实二十几岁 你就想着说 我要什么样 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要怎么样的人生 二十几岁 我们经常说的一件事 就是要怎么样 找到自己的passion 我们现在经常谈起说 你的passion是什么 你要抓住你的passion 不要放 但是我在二十几岁 我就是这样想的 那你刚开始 走上社会伤害 这个花花肠子 花花酒 花花湿蝶那么多地方 你肯定很多人 都会去找工作 就是高薪的 在哪里能够光鲜的 这些都不是我的首选 我也想着 我到底内心 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所以我甚至是 当时我记得 我去电视台 是我降薪去电视台的 因为我当时翻译 已经就是工资挺高了 我就把这个翻译工作 辞掉之后 降薪去电视台 因为大家知道 体制里的 紫板工资 账面工资是很少的 但是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经历 而且有的时候 你说二十几岁吧 你这些驱舍是需要的 所以我现在遇到 二十几岁的人 比如说 哪怕我现在在帮我 自己的这个企业招聘的时候 说到这个 卖保险 其实是一样的呀 你现在要考虑 你自己内心的passion 是什么 真的要问这个passion 因为只有这一块东西 是能支持你走一辈子 而且很稳定 它不会因为外界的变化 而去改变 就像我们经常谈到自律 为什么要谈自律 是因为你找不到自己passion 所以强迫自己自律 但这个自律是一个伪命题 自律的前提是 你有passion在内心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他律 只要自己自趋 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人又说到 我这个跑步吧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很多人说 哇靠 这个变态 这个跑那么快 我说那不就是这几年 也没好好跑吗 以前我就跑得不慢 我说我这个 我以前体育就很好的 就这个跑步吧 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次我跑了这个半瓦挺意外的 但其实他不知道 其实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生活挺无聊的 就是学习压力都挺大的时候 我当时就养成了 去超场跑十圈的习惯 我靠 今天速学不及格 哇超场跑十圈 跑完时间 好爽 不是事 根本就不是事 就那时候养成的坏习惯 就是变成了 跑步就变成了一个 抒发自己内心 发泄的一种方式 然后我觉得 这个是一举好几得的 一增强了你的体魄 二又抗压 又那个能够给自己 有更多的这种消化的这种方式 所以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 我在重新pick up的时候 已经在电视台 但是工作压力特别大 然后呢 人人想着怎么上位 然后你遇到上位的机会的时候 你又不敢抓住 原因大家都懂的 你的良心过不去 然后你不抓住又后悔 然后你又阴谋 对不对 你阴谋的时候怎么办 跑步啊 太绝了 你说一般人阴谋 要么就沉迷酒精 要么就是吃零食 您这阴谋 就上操场跑圈去 这也太绝了 也挺好的 所以其实你自己 有一个调节的途径 同时你会发现 这个跑步并不是那么简单 单说只是两个腿迈开而已 他给你的东西都是精神上的 所以我到现在都认为 跑步是一门哲学 其实他对你的精神上的东西 是巨大的 我觉得上边姐 这个tough的气质 是不是跟这个跑步也有大关系 跑步真的是一开始 也是蛮辛苦的 那你辛苦的时候 你就要坚持 就你知道就是说 现在这个跑步的功用 对于一个中年妇女 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你想不花钱搞脸 不花钱状态很好 不花钱减肥 又免费能够 这个有很多好处的话 你就去跑步就好了 就就就什么都不用干 就是你身材也会很好 然后你也会光芒四射 你也会很瘦 什么都有了 从physical层面 也有很多好处 但是从精神层面 你会觉得老娘 没有搞不定的事 必须把这个事搞定 只是时间的问题 听到这儿 我真的觉得 上帝对你真的很慷慨 她给了你漂亮的外在 而这个姑娘还有脑子 所以说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回望自己 二十岁或者三十岁的时候 遭的那些难 我倒是觉得也不亏 为啥呢 像你从二十多岁开始 就非常有目标 就是我真的是要去体验 体验这些事情 不管是体验了多少职业 还是遭了多少的渣男 但是现在我挺感谢 那些折磨你的人和渣男的 才有了现在这么一个鲜活的 活色生香的小姐姐 是不是 对 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 同龄的朋友嘛 你就看她的眼神写的不开心 她承受了很多东西 但是她其实因为人到这个年纪 她也没有办法改变 彻底改变她的生活 但她满脸写的就是不开心 但是她无力改变 然后我就看到她那个当年 弱小的自己 她没有去挣扎 她没有去突破这个 她自己当时应该成长起来的 这个神科 所以到了现在就变成了 她如果要突破的话 就会有更大的代价 需要去付出 反观我有的时候自己照镜子 我倒是不会看我自己多美 或者多丑 我觉得我的眼睛还是放光的 然后你在需要面对别人帮助的时候 你还是善意的 你就毫不忧去帮忙 你不会想这个人是不是要害我 其实不去想 害我就害我也不在意 说白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能够很好地 应对这些处理 但是当然我们要提到一点 就是在加拿大冬天 其实很难熬 对不对 冬天很容易阴谋的 所以冬天我就有意加强了 我的跑步训练 我现在就基本上给自己的定位 就是冬天夏天都是维持一个跑量 冬天的话我也得出门跑步 受风雪的折磨 就有点变态不是吗 但是有的时候是需要的 你如果不主动迈出去 迎接这个苦难 等着苦难折磨你 我很不喜欢这样 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我数学老师说一句话 我们必须反课为主 就我一定要主动出去 把这个东西搞定 不要让他来搞我 所以我当时 我记得我在受到磨难的时候 不就是出去跑步 要么就是拼命做数学 结果高考 我们全班数学考了前三名 就我现在想想 回想一下 我这个人是能够 去邀请苦难的人 我会去把这个苦难 先邀请过来 把他搞定了下一次的苦难 就搞不到我了 反正我已经比你更强大了 所以我不会去躲这个东西 一般人会遇到 比如说这个法育好难 那我就换一个神 我这个人是怎么样 法育好难老娘一定要把他搞定 所以我是这样子的心态 所以我从小可能就是这种心态 我不会去回避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去把这个问题搞定 搞不定我就要调整自己心态 怎么调整跑步 跑步回来调整战略 调整思想 继续搞 搞不定再换一枪 那至少我也不后悔 因为我已经努力了 所以当时进这个保险也是一样的 这个领域什么时候可以赚钱 又很难 卖保险 人人喊打 所有人都这个卖保险都是骗子 那我去试试 然后我要是在这搞定 我们是很牛逼 搞不定 那就跑步 所以迎南上市一直以来 我的一个习惯 从高中开始遇到这个数学挫折 开始跑步之后 这个迎南而上的习惯就 就变成了一个正面循环 迎南而上 后来发现没有什么搞不定的事 时间 只要有时间 你花了努力 有一天就会搞定 我刚才在想 之前我们不是要谈这个不好惹吗 然后刚才小西聊到说 对她来说不好惹的那个主要的一个理解 是要有兵界干嘛 然后我其实一直在想 上北姐她一直带给我的这个不好惹的气质 是还有什么 我是想的是 刚才其实上北姐在聊天过程中 我慢慢的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总结 就是 其实上北姐她的这个目标感特别强 然后这个不好惹也在于她 好像碰到这种困境啊 碰到这种困难 她不会往后退 她就我们可能普通人就站在那迎接 上北姐还会往前冲 然后去把她抓到面前 然后把她捶打一顿 然后说OK 这个困境我克服了 我可以往前走了 所以我觉得像上北姐 上的这种不好惹的气质 不只是个人跟人之间 还有她人跟目标之间 人跟困境之间的关系 这种气质都在她身上 好像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然后这种体现 我觉得特别神奇的是 就是没有在这个聊天之前 其实跟她 见到她这个人 她身上就有这种能量 在那里 这也是她很吸引我的地方 然后今天聊天完了之后 就让我觉得 哎呀 好像一下子豁然开朗 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 印证了我之前 对她的那种想象 不好惹 在中文里面 我其实有两种解释 其实一种贬义 一种宝义 贬义的意思 就是这个人耍婆啊 或者什么不好惹 那这个我认为是 如果是一个受教育的人 那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宝义词 它就是一个贬义词 那受药教育的人的不好惹 应该是有一种厚度的 你需要厚积薄发去 有这个实力去让人家觉得你不好惹 这是我追求的 如果你只让人家觉得你很凶 那对于你跟邻居吵架 可能就够了 但是有的时候也可以用啊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作为一个有厚度的人 可以厚薄都可以去处理 但是更多的时候在场合上 如果是需要的场合 你要把这个厚度做出来的时候 你也要在厚度里面体现你的不好惹 所以我觉得是 但是这个东西这种概念 其实你是要经常去复盘的 对 如果你跑步是干啥呢 你就想这些东西 对吧 这个东西 我怎么要去定义天真 天真有两种境界 一种是未经世事的 普遇般的天真 这种天真你要追求吗 另外一种天真是你历经世事的天真 那这种天真是你一定要追求的 这是我在二十几岁 我就想起了一个概念 我要追求的这种 是大师般的天真 但是二十几岁 你肯定没有达到吧 所以你需要去不停地修炼 和催打自己 其实我还有个 没有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 我想让善辈姐 或者是小夕分享一下 对于 现在还处于讨好性 人格的这些人 他们怎么样进行个mindset 这是给他们比较 有价值的一些信息 我觉得刚才善辈 善辈就用他的人生经历 非常形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实想改变你的mindset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看一本书 或者是做过一件事情就能解决 就像你看那个被讨厌的勇气 我相信你的改变也是经历了你人生厚度的 有薄到厚的一个过程 如果现在你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改变 不知道怎么可以改变这个mindset 善辈提供了两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第一向外头跑步去 第二件事就是主动的去迎接你所要遭受的 不管是所谓苦难也好 事件也好 跟他们去磕在跟事的磨中 才能磨出自己的been tough的这个spirit出来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是觉得就是现在如果已经就是经历很多被PUA 很多emole的这个朋友 我觉得如果我们简单的让他去跑步 会让他他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他很难去互助行动 跑步其实只是一个例子 可能你就形成一个自己的新的习惯 也就是说面临就是你现在不喜欢自己的生活 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时候 我每次在自己就比如说哪怕现在每个人都会遇到 就是也不见得是一直都是很顺利 就是你的生活肯定是有问题 一旦你会发现最近又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时候 你就会想的这个环节里面 哪个环节我给他咔嚓 然后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所以我每次在这个时候 我就会审视最近是睡的不好 还是最近事情特别多 还是最近临时哪个 我那个备案没有做好 或者是最近有什么事情总观是不太对的时候 或者亲密关系我没有维护好 导致了你整个东西system就乱掉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觉得说 我当中哪个地方可以做出一个了断 就要咔嚓一下之后重新开始进入 那通常我现在因为我自己已经有经验了 那如果我现在是这样子遇到一个恶性循环 我就会加强我的跑步 比如说上个礼拜因为什么事情我跑的少了 那这个礼拜我就多跑一些 多跑的时候大家别看 我不是锻炼我自己的体格 说我必须要跑的更好的成绩 也不是完全要为了PP去跑 这个跑步是本身给你自己放空时间的 也就比如说今天我跑半小时 那其实半小时我是完全是属于自己的relax的时间 那这个relax时间对于一个中年妇女游上游 上游老下有小或者同时你也要有工作的时候 是多么宝贵啊 这是多么多么珍贵的一个时间 有多少人每一天没有一分钟是自己的 所以你如果能每天有个半小时自己 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干 你的脑子里可以休息很多 或者你能想通很多事情 所以你一旦跑不回来 你整个人就relax了之后 你的心态就对了 对待所有的事情的这个态度就会发生转变 有的时候并不是这件事情我过不了 而是我心态不对 我没有用一个正确心态去看待这个事情 所以觉得这个事情就像天一样大 其实事情本身也就这个样子 它是客观存在 但是你认为它不是一件大事 那就没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在行动上 做出一个小小的改变 打破你现在的这个恶性循环 来形成一个新的闭合的时候 努力把它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如果一旦你遇到这个事情又不对了 又变成恶性循环 你意外当中改变一下 变成一个新的循环 我现在这么多年我都是这样去思考的 那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扇贝可以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上我们的播客 给我们的一些在困惑中的朋友 一些如何been tough的建议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跟我们留言互动 如果特别热烈的话 我们还会邀请扇贝返场哟 那么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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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